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是足立一招和信长的蜜月期 两人刚刚合作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相互都比较安好 信长也是比较支持和维护一招 不仅在他被袭击的时候冒着大雪前来救援 而且为他修建了新的二条狱所作为居所 当然这些都不是白给的 魔王的目的是邪将军以令天下 他很快就以将军的名义 赵令各路大明赶来上落拜码头 很显然大多数人是不理会的 其中最让人看不顺眼的就是月前的招仓一警 他两次拒绝了上落的要求 据说招仓一警不想成为知田家的陈属 但是话又说回来 当年独立一招在你们家待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如果那个时候采取行动 说不定自己就是今天的心肠 魔王一看这哥们不服 于是决定敲打敲打 说你招仓家不听从将军指令 实属有反义 随即叫上自己的小弟德传家康一起出兵越前 招仓一警无法抵挡信长的攻势 一路被杀到了金旗城 眼看自己就要完蛋 一警想到了盟友前景家 这个招仓家与前景家乃是世交 当年要没有招仓家出手 前景家倒霉了 属于是再造之恩 所以在前景与志田家结亲的时候 当主前景常政就向信长提出过 咱俩好了之后 不等与招仓家为敌 信长当时是满口答应 如今前景常政已经是信长的妹夫了 如果不是逼到份上 招仓一警也不可能向他求援 而常政这边非常为难 一边是自己的姐夫 一边是自己家恩人 最要命的是 姐夫现在是如日中天 不管当初他承诺过什么 如今跟他对着干 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 思来想去 这个时候 前景常政的爹前景久正说话了 说我看你成天跟着信长屁股后边 左口一个大哥 右口一个大哥的 时间一长 你就真成他跟班子了 那我们前景家的霸业何在 不如趁此起兵 从后方突袭 不仅能报答招仓家的恩情 为世人之表率 而且干掉了信长 他的位子就是你的 前景常政听后深以为然 于是下定决心 出兵支援招仓家 说吧 这全家就开始忙活备战 常政的老婆信长的妹妹阿世 觉得不对劲 看这架势是要打仗 但怎么看 也不像是去支援兄长的 如果要帮助兄长作战 我肯定会提前知道 对吧 于是派人一打听 自己老公是要对哥哥下手 话说常政跟阿世的感情非常好 听说阿世知道了这事 常政也不藏着掖着 主动找到阿世对他讲 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哥 我是为了报恩迫不得已 到时候我一定善待他 阿世当然是满口答应 对吧 然而他还是想到了办法 让人将一个物件送到了 身在前线的信长手中 信长这边听说妹妹送东西过来了 非常高兴 想必是阿世为自己送来的祝福吧 拆开一看 只见一个小口袋 两头都被绑得死死的 中间装的是豆子 信长这纳闷 阿世给自己送这个干嘛呢 正在此时一旁的猴子眼睛低溜乱转 他对信长讲主公莫不是前景家生变 信长一拍脑门坏了 前景长正这小子竟然背叛我 想要与招舱家前后加计 回头这就收拾东西赶紧要跑 猴子讲主公我来电后 这个时候我们撤退 招舱家定会紧追不放 旁边的明知光秀也举手 主公我也留下 你就放心逃跑吧 信长点点头 好啊你们的忠心啊我也知晓 九死一生各自安好 说吧 骑上马背上包袱 一溜烟人就不见了 此一战之添加损失惨重 是信长作为狼狈的一次战斗 据说呢 在他逃回京都的时候啊 身边只剩十几个人 信长对此愤恨不已 在当年呢 就再次拉上自己忠实的小弟 德山家康 于近江南部的子川 跟招舱前景联军大战 最终取得了胜利 挽回了一些颜面 然而旌旗一战却让信长 显露出了弱势 很多大大小小的势力啊 开始举兵反对信长 想要将这匹黑马 摁死在地上 比如一直没有死透的 南晋江六角一弦 一向宗法主 本院寺显如 天台宗 董本山 比瑞山 严历寺 都起来围攻信长 形成了第一次反信长包围网 从这就能看出来呢 信长对于佛教的态度啊 不怎么好 尤其是一向宗 石山本院寺啊 基本上呢 一直跟信长对着干 前后干了十年 史称石山战争 这也是反信长 反的最彻底的 一时间呢 知田家几乎陷入了绝境 说实话 现在的信长 羽翼并不丰满 一下群起而公之 有点受不了 于是让魔王转而 采取怀柔政策 慢慢的 在当年与各方势力讲和 该怂就得怂 就连他最痛恨的 前景长正和招舱易警 都在年底成功达成和睦 这样呢 第一次反信长包围网 就算瓦解 知田家得以喘息之际 1571年 将军足了一招 开始觉得 信长这个干爹太霸道 处处限制自己 把自己当工具用 于是呢 两人的蜜月期结束 足了一招 四处向大明发送御内书 也不是说 就要窜坐他们 起来打信长 而是要加强 自己与大明的直接联系 那意思呢 你们得以我为中心 我才是将军 那自然就与信长 形成对立 信长这边喘了两口气 回了不少血 开始逐渐恢复 对各地的掌控 尤其啊 是恢复了对南进江的 完全控制 使得信长可以频繁 出兵前景和招舱联军 然而这两家呢 经常受到比瑞山 严离寺的庇护 比瑞山是日本佛家 天台宗的总本山 山上香火旺盛 寺庙众多 可以容纳几万名士兵 再加上位于交通要道 这些贼徒们呢 又有钱 又有自己的武装 所以啊 招舱和前景两家 只要打不过信长 就往那里跑 然后信长就没有什么办法 因此呢 只要比瑞山 一直包庇那两家 信长平定整个进江 将会是个难题 甚至魔王曾经 向严厉寺交涉 希望他们保持中立 自己呢 会把原先比瑞山的 一些土地还给他们 可是和尚们不干 那也不知道咋寻思的 可能是信长啊 确实不怎么带见佛家势力 也不是说信长不信佛 而是这些山上的教徒啊 不是成天吃债念佛 六根清净的 贼徒们有钱 大鱼大肉 喝酒玩女人 日子过得美着呢 这些钱都是普通百姓 和信众们捐的香火钱 有很多信徒啊 宁肯自己挨饿 也要给宗派交粮食 那你想还有大明的份吗 大明们受不上来年贡 拿什么养兵 还怎么打仗 所以啊 信长对这些佛家宗派啊 一般采取强压态度啊 话说魔王一看 秃驴们不是抬举 于是啊 放言要抹平比瑞山 和尚们觉得魔王是要来真的了啊 就马上献出300枚金盘和一些土地 希望信长不要对自己用兵 当初说还给你们土地 让你们保持重力 你们不干 现在自己拿着金子 再赔上些地来求和 这不是贱吗 信长说呢 过了这个村啊 就没这个店了啊 回去等着挨宰吧 于是呢 在当年的农历9月12 魔王下达了屠山的命令 家臣们领着士兵到处杀人放火 严厉寺啊 虽然组织了僧兵和当地居民进行反抗 但是面对大军根本无济于事 整个山上大量寺庙被焚毁 部分男女老幼高僧还是上人 逮到的皆被斩首 屠杀了数千余人 杀的最起劲的就是明智光秀 因为他要表忠心 想要跟原主子足利一招啊 彻底割裂 此事一出天下哗然在佛家圣地杀人放火 这可了得 一时间佛家的信徒们纷纷起来指责信长 尤其是本院寺显如啊 称信长为佛敌 声称与佛敌作战而死 可以立即往生极乐 因此啊 一向宗的信徒们疯狂的在信长地盘发动一窥 那么佛敌又是谁呢 咱们上期讲过了啊 第六天魔王波寻 所以呢 第六天魔王这个外号 很可能啊 是在这段期间被叫起来的 有的人说呢 这个外号是信长自己给自己取的啊 别他妈扯淡了 你无外乎啊 就是看了个小故事 说五天信玄给信长写了一封信 落款掉天台作主杀门信玄 而信长的回信呢 落款是第六天魔王信长 是吧 首先这个外号有没有都得另说啊 只不过啊 根据信长对佛家所做的事情 和一些少有的记载 我们推断呢 当时的人们认为 信长是天魔波寻的化身 波寻不就是第六天魔王吗 就算是真有这个外号也不可能是信长自己取的 有往脸上贴金子呢 没有往脸上贴使的啊 这个你记住了 自己取这么个外号 这不与天下所有佛家势力为敌吗 可不光老百姓信佛 大明公秦皇家信佛的多了 那作为他这种阶层的大明会做这种傻事吗 哪怕给信玄的回信是这么落款的 也是一种自嘲 为了对应信玄的落款啊 魔王是你们给我叫的 可不是我自封的 对吧 所以说有些人啊 你先去多了解了解啊 再来发评论发弹幕的 或者说呢 不说话啊 有时候也不丢人啊 话说回来呢 这么一搞啊 很多人就趁势起来再度围攻信长 再加上将军足了一招 与信长的对立逐渐明显 一些大明在将军的支持下也拆活进来 形成了第二次反信长包围网 其中除了第一次那些老冤家之外啊 还有一位大明非常让信长忌惮 就是刚才咱提到的假飞之虎五天信玄 1572年信玄挥兵上落 一上来就在三方圆 把信长的小弟德川家康 打着劈滚尿流 老乌龟湿着裤子跑来告状 说哥哥五天信玄打我 信长说我也没有办法呀 说大老虎不好对付啊 你先回去把裤子洗干净吧 咱们从长记忆 1573年随着信玄的不断袭进 将军足利一招主动摊牌 正是与信长诀别 信长赶紧领兵上京 敲打了一番 最终啊 在天皇的调节下 双方和睦 所以呢 有人推测呀 五天信玄上落 就是足利一招窜夺的 想让他代替信长 结果在当年呢 五天信玄病死在了半道上 信长一颗玄者的心啊 落了下来 看来天命在我呀 信玄去世后 反信长包一网 基本宣告破产 刚达成和睦的足利一招 不甘心又起来举兵 魔王这次不惯着了 一通收拾之后 直接将其流放 虽然足利一招仍然以将军自居 但实际上 实体幕府自打这个时候开始啊 就算没了 随后信长再度出兵招仓与前景联军 拿下了招仓一颈之后 又转头把前景家的小古城围着水泄不通 最终前景长正切腹 信长的妹妹阿世和他三个女儿被安全送回 据说呢 收拾完这两个老冤家之后 信长将两人的头骨做成酒杯 得意的在众家臣面前用来饮酒 给人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信长残忍冷酷的性格呢 多有记载 在镇压长岛一项一魁之后啊 据说就一口气烧死了两万名男女 很多时候啊 明明答应人家投降不杀 结果别人真投降了 他却食言将其屠杀殆尽 这种残虐性呢 更加加深了人们对信长魔王般的印象 武田信玄死后 武田家继承家业的是他的儿子啊 武田圣赖 小花猫年轻气盛 想着一上来就干票大的 于是啊 频频骚扰知天和德川领地 搞得信长不胜其烦 1575年 武田圣赖对德川家的长小城下手 收到球员之后 信长立即从祈府出阵 与德川家康合流 布阵于长小城外的舍乐园 这次作战呢 信长特意针对武田家制定了战术 动用了千余艇铁炮和大量的蓝马 采用三段机的方式进行进攻 就是三人用一杆枪 前面一个只管射 后边两人只管装弹 这样一来 武田家赖以成名的骑马队 就成了活靶子 一战下来 武田家主力禁尸 武田信玄一辈子的积蓄都葬在这了 此战之后 在整个日本中部地区再无信长对手 全国只有越后上山先信 和西国毛利家能与信长过过招 统一天下已经不是梦想 在当年信长续任全大纳严 并且兼任右近卫大将 历史上初代将军袁赖朝 同样兼任过这两个官职 这样一来 信长就同时对公家和武家有了管理权 这实际上是皇家公认了信长 已经是天下人了 但是信长又没有跟袁赖朝一样选择开幕 而是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幕府和社官模式的 公武合一政权 说白了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其实猴子的封臣家政权 就是延续了这种模式 所以说猴子还真算得上是魔王的后继者 1576年 信长把志田家家都和伪张美农两国 统统让给儿子之前信中 自己在晋江国普生郡的安土山 开始修建新的居城安土城 而猴子建立政权后的居城福建城 又叫桃山城 猴子喜欢吃桃 两人的模式又很像 所以他们俩统治的时期 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1577年 信长命猴子进驻波魔国基禄城 开始对中国地方的攻略 而对于越后的上山千信 信长采取了比较柔和的态度 很显然呢 千信公更不好惹 魔王又是写信 又是送礼的哄着他 两人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 也几乎没有开战 然而在1578年 千信就去世了 上山家为了征卫 陷入了御馆之乱 所以不足为惧 因此呢 魔王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毛利家身上 猴子很争气 在中国地方连连告捷 1579年 安土城郡宫 建起了一座超豪华的天守阁 地上六层 地下一层 由于信长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非常高 在审美上呢 也不拘一格 里面的风格布局啊 非常的多元 信长自己呢 也喜欢吃牛排喝红酒 甚至穿着洋人的衣服 跟家臣开会 后来他还接纳了一位黑人奴隶做武士 名叫弥柱 1580年 北条家因为与武田家闹掰 主动加入了信长麾下 同年一向东石山本院寺 也向信长投降 持续了十年的石山战争 以胜利告终 1582年 眼看武田家苟延残喘 信长联合一众大名 发动了甲州征伐 武田家就此灭亡 所有的一切都在预示着 信长天下不武的目标 马上就要实现 统一全国尽在支持 面对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 信长非常高兴 现在只要灭了毛利家 天下就是自己的了 于是啊 魔王召集了诸位家臣一起庆祝 犒劳犒劳他们 再加把劲就拿下了 宴会上大家都很知趣 纷纷向信长敬酒 表示一切都是托主公的服务 是主公英明 知天家才有今天 信长很受用 正在那美滋滋 明知光秀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冒了一句 这都是我们拼死战斗换来的 信长一听这个 顿时脸色就变了 上去对光秀一顿全打脚踢 怎么着 你这个两性家奴还想贪功 抢领导的功劳 是不是不想干了 打完之后 信长拂袖而去 众人皆不敢言语 都知道魔王本身就喜怒无常 一句话不高兴 说要命就要命 光秀挨断打算是走运了 过了段时间 德川家康来安土城拜会信长 魔王一看小兄弟来了 赶紧招呼在附近的明知光秀 前来负责招待 结果在宴会上 老乌龟吃了两口就不动筷子了 信长就问 家康怎么不吃啊 是饭菜不好吃吗 老乌龟弱弱的说呀 哥哥鱼不新鲜 一听这个旁边的明知光秀 眼泪都下来了 您说话得负责任 是吧 我敢拿不新鲜的鱼糊弄助攻吗 话还没说完 信长一把掀了桌子 又是对光秀一顿拳脚 怎么着敢做还不敢说了 定是你这次买了臭鱼 贪了剩下的钱 还是说你觉得我出不起钱 招待人家 你让领导的脸往哪搁 打完之后呢 信长还不解气 过后啊 又派小姓森兰文 跑到光秀家里边扇了人家好几个嘴巴子 光秀这个气啊 敢动不敢言 从这些小故事啊 就能看出 信长这个人呢 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他要实现呢 也是上下合一的独裁统治 说白了 他想当皇帝 所谓半君如半虎 面对这样的主公 你得会办事才行 打仗的时候需要人才 还不至于怎么样 如今天下就要平定 谁还惯着你 可是呢 皇帝不好做 该撤也得撤 老乌龟刚走 在中国地方的猴子就送来信 说主公速速来支援 有机会将毛利家一锅端 如此这般 信长一看赶紧的 立即命令明智光秀率先持援猴子 自己在本能寺集结部队 随后就到 然后魔王就开始收拾东西 小桌子小凳子 铁签子 烧口架子 木炭 代购了孜然胡椒面 再抓把盐 最后拨上几瓣蒜 捆着把韭菜 齐活 身边的人纳闷就问信长 主公您这干嘛去 不是要打仗吗 信长说呀 我先去本能寺 我先吃烧烤 手下说吃烧烤 咱里带点肉啊 是吧 信长讲 不用不用 你不知道 有现成的 到了本能寺 信长把东西布置好 菜也切好了 就要开始烤的时候 发现没带火 这个怎么办呢 于是赶紧叫人 给明智光秀送信 你先回头给我送个火 没多久呢 明智光秀到了 冲着里面喊 主公我给你送火来了 您说好了 我可点了啊 信长听了一喊 好的 无关是非 就这么着 本能寺连着信长 被烧了个金光 关于这件事呢 大伙都很熟悉了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呀 在明智光秀那期视频 已经说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看 总之 像本能寺之变 这样的戏剧性事件 在古今中文的历史上 都很少见 它极大的影响了 整个日本的历史进程 也几乎影响了 当时所有人的命运 信长在离统一天下 还剩一步的时候倒下 过往的一切风云 化为虚无 也许48岁的信长 真的像敦盛中说的那样 人间五十年 与夏天相叫 如梦似幻 一度得生者 岂有不灭之理 好的 今天的故事 咱们就说到这 下一期再见 拜拜